在四川 以民族资产解冻扶贫为幌子实施诈骗的案件 不只是如意园基金会这一起 今年六月份 广源市昭华区人民法院就对另一起 打着民族资产扶贫管理委员会旗号实施诈骗的案件 进行了公开宣判 检查机关指控该诈骗团伙打着民族资产扶贫管理委员会旗号 筹建省级分会30个 市级办事处290多个 县区工作组2000多个 需购多个扶贫项目 发展会员120余万人 诈骗金额上千万元 当天32名被告人一同受审 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本案主犯朱某欢 有期徒刑13年 并处罚金70万元 被告人冯某锦 朱某远 方某反诈骗罪 分别判处5至7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其余28名被告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分获6年至1年6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及缓刑并处罚金 据了解 此类以民族资产解冻为幌子 实施诈骗的案件受害人 遍及全国各地涉案金额大 嫌疑人往往是亲戚朋友身份 实施团伙作案 此案中犯罪嫌疑人伪造成立 民族资产扶贫管理委员会 通过微信群发展会员 以解冻民族资产为由 虚构扶贫医疗等项目实施诈骗 公安部将其列为 2018年1号挂牌督办案件 6月25号宣判的是第一批 32名被告人 目前此案还有20名被告人 法院正在审理 另有35人检察机关正在审查起诉 3名被告人